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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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成为中国增长最快的行业之一 万达也是中国最早大规模投资文化产业的民营企业 文化产业对可持续发展的作用 创新能力强 极致灵活 极致灵活的民营企业在发展文化产业当中 具有比较大的优势 近几年文化产业中做的出色的企业 基本是民营企业 如电影行业 民营企业占房业收入比较超过三分之二 万达非常看上民营产业的发展前景 我们从2015年就开始做文化产业 并向文化产业转型 在2012年成立了中国最大的文化产业集团 就是万达文化产业集团 计划2020年文化集团收入达到800亿元人民币 进入世界行业前十 成为世界一流的文化企业 第二点呢 文化产业社会贡献巨大 文化产业是绿色产业 消耗能源散 不制造污染 而且能创造长期稳定的就业和退休 文化产业主要集中在城市 可为城市提供大量绿就业党位 相比制造业 文化产业企业工作环境更好 收入更高 性别要求更低 对于促进社会平衡 社会和谐意义重大 比如我们在武汉 投资的武汉万达中央文化区 投资五百亿元人民币 正在建设 一系已经开业了 建成后可创造三万个以上的城市就业党位 每年贡献超过十亿元人民币的对收 比如我们正在建设的 投资两百亿元人民币建设的哈尔滨万达文化旅游城 开业后可直接创造三万个就业党位 预计年费收超过五亿元 第三年体会的文化产业提升城市文明 中国城市化经过三十年的高速发展 已经从粗犷式发展阶段 进入内海发展 过去城市以建设的摩天大楼为由 现在城市更注重提升文明形象 增加百姓文化认同 重大文化项目营养巨大 在推动城市文明发展过程中 起到了关键作用 比如刚才提到的 汉拿武汉中央文化区 以文化为科技 兼具旅游、商业、商务、居住功能的 世界级的文化项目 依稀楚河汉间开业后 第一个国庆长假大概七天 总客人超过两百万 在全国所有的景点中开明前散 已经成为武汉市的旅游的必经之地 百姓休闲的首选床 像刚才我提到的万达院线和美国AMC院线 不仅为丰富了中国人民 美国人民的 人民群众的业余制的文化生活 也给企业带来了很好的经济效果 所以从我们企业的发展中 特别是在文化产业的投资中 我们实践可以证明 投资文化产业是企业的机遇 也是社会的需要 既能取得良好的经济效应 也能产生突出的社会效应 企业大力发展文化产业 必将为社会的核心发展 必将为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做出重要的贡献 我就提拆联体会吧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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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